打仗也还不错 朱武后来主要是跟着这个卢俊逸混迷 对吧 跟卢俊逸参谋 他们一直这样 打辽国 振发辣 都是这样的 无用是跟着松江 朱武跟着卢俊逸 后来打那个御林关嘛 小养药鸡的阳碗春 史靖 石秀 带着什么陈达 杨春 还有谁啊 还有曹政吗 还有谁 反正就是 前当时靖带着自己的人 他带着个石秀 六个人 被人讨灭了 这些啥话也没说 被人一顿射成刺猬 射成刺猬 后来这个朱武啊 打这个御林关 朱武就出了招 他是安排这个石秀 安排石签呢 反正找小鹿上去放火 然后这个他们正面进攻 这个朱武就为了破 这个庞万春的这个剑阵 庞万春到处埋伏人射剑 就接下那个 行这个火力圈 包围圈 庞万春会射剑 剑术呢 他在那个 他利用那个地形和那个树啊 茂密的树林 射这个火力圈 等到你这个卢俊逸带着人进来 人家就把那射成刺猬 因为那个使劲跟那个石秀 就这么死的 到那啥也不知道 感觉不对 结果已经被人射下马 结果朱武啊 人家想到了 管你是什么镇 我拿火烧 一路就是放火烧 把那个树 荒木丛全给人烧掉 你没办法埋伏啊 埋伏在里面全烧死了 他一路烧 一直烧到御林关 放火烧 说明这人挺狠的 参观正常 烧光 就是朱武打仗还是可以 那后来朱武这个人 哎 最后封他的时候 对吧 他跑了 他跟着樊瑞一起啊 找公孙胜去了 修道去了 我在想啊 大家知道 就说明这个朱武啊 到了梁山之后 他就投靠了公孙胜 这很简单 他跟史进行一起 打那个樊瑞 打不过 然后樊瑞被公孙胜收复之后 樊瑞不就成了 公孙胜的徒弟吗 这时候朱武啊 一看 你跟着奥伦山派混啊 没前途 跟着鲁志生和武松 这两人混 不行的 这两人功夫厉害 但是在奥伦山 恐怕受挤压 连开会的资格都没有 你抱他大队 有什么用啊 所以他抱的是 公孙胜的大队 投靠公孙胜 所以这个 争亡发大之后 朱武 立马就去找公孙胜 攀排了 是这样吗 否则的话 为什么就是公孙胜 大居易的时候 他没有功劳 地上已经派第一 这个恐怕 他们开会的时候啊 那公孙胜不反对 宋家恐怕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通过朱武 来肯定完轮路线 对吧 这个梁山路线很重要的 肯定完轮路线 是为了否定 林冲这些人 对吧 你们做的是不对的 打压林冲这个派 没毛病嘛 这个宋家为什么 他手无腹肌之力 杀个女的都会进行 他为什么在梁山老大 能做得稳呢 他就是利用这派系矛盾 对吧 利用路线助争 人家杀了之后 就开始安排 互相牵制 那开会的时候 公孙胜肯定投这个 祝武一票啊 对吧 他祝武已经倒向公孙胜了 等公孙胜安插自己人马 击杀心派系 没毛病 然后呢 本来这个梁山派做是军师啊 吴勇是叫掌管兵嘛 是军师嘛 公孙胜叫同掌兵嘛 也是军师 你看看啊 公孙胜的这个角色啊 他的职位也是军师 同掌兵嘛 那按理来说 吴勇跟着宋江 那卢俊逸应该是跟公孙胜搭打 对吧 没毛病吧 结果 卢俊逸是跟祝武搭打 你只能说明这个公孙胜 恐怕把这个位置让给祝武 反正都是自己人 我在以前说公孙胜说过 公孙胜在梁山 他一有后台 就是罗真人 第二呢 他有解释权 就是宋江跟吴勇 你们搞的一模轨迹啊 对吧 又是九天选举 又是什么兵书 又是什么对吧 那个诗碑 那玩意都得公孙胜同意啊 这公孙胜背书啊 公孙胜说你那玩意是假的 那你说这个事不全泡汤吗 是不是啊 公孙胜安排自己的人 杨林 邓飞 这个什么 裴轩 都是公孙胜找的 江湖人找的 让那个戴宗一把戴上脸上 所以公孙胜就掌握人事权 那裴轩就是管人事嘛 对吧 宋江是管什么呢 宋江管钱 后勤 这个财务 所以说公孙胜啊 很有实力 所以这个诸武 这个军事这个角色啊 跟着卢俊逸后面 他从真聊就开始 卢俊逸和宋江两家分开了 各带一支币嘛 这个角色应该是公孙胜 跟着卢俊逸 结果是诸武 只能说明是公孙胜啊 安排的 从这个诸武的结局来看啊 就是公孙胜 诸武他没有做什么 山天害理的事 如果他做了很多 山天害理的事 那他的结局不会这么好 他没死 修道去了 最后怎么死的 都没交代 反正修道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诸武啊 所以诸武里面 有好多就是不好解释的 他没有功劳 但是他的位置这么高 这么重要 那说明什么呢 所以我就认为 宋江拉诸武 肯定诸武 是为了某准程度啊 肯定王伦的路线 通过肯定王伦来打压 林冲 甚至阮氏三兄弟 对吧 刘塘这些 就是朝盖的原旧势力 某准程度 都是在打压无用啊 对吧 就是你们这些人 干的这事不对 你们有原罪 你们历史上有误点 你们应该检讨 每个人都要写检讨书 放到我这儿 对吧 这个把无用 把这个诸武 提到这个位置上 对吧 这无用也是一个警告 你看这就是 微妙的这个权力平衡 实际上这个地杀信里面 很多人的功劳 比那个诸武高得多啊 这孙丽 也是有的 黄信对不对 还有 他里面还有谁啊 你说比如说石迁吧 对吧 这些人 但是诸武太低 宋江捧王伦 因为他自己也是王伦 对 某种承诺吧 某种承诺啊 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梁山 少华山 包括前期的梁山 就是宋江记要告诉大家 只有这个盟官呢 就靠四肢八达 统治梁山 管理梁山是不行的 对吧 就得要这样的人 来管梁山 对吧 某种承诺也是不得肯定 你看朝盖国梁山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 我是从原著里面啊 我分析的 我认为 诸武实践就是王伦 王伦就是诸武 王伦唯一的错误 他就是 他没有像诸武那样的 把林冲啊 给PUA了 如果他把林冲给PUA了 让林冲弹老大 对吧 他控制了林冲 那梁山实际 跟烧花山是一样的 王伦也不会死 对吧 林冲一生气 王伦就跪下去完了 就是武 对吧 他是道德管家 文人同志武人 套娃一层一层套养 没错 诸武会什么功夫啊 都没交代 王伦会什么功夫啊 也没交代 诸武用什么武器啊 也没交代 王伦用什么武器啊 也不重要 对吧 也没交代 铁扇子嘛 对吧 王伦有什么武器啊 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大家仔细想一想啊 宋江通过这个阴谋轨迹啊 破了朝盖的遗嘱 朝盖这个对宋江不满 这个没毛病吧 他的遗嘱啊 这已经说明 他跟宋江是绝类了 这个我死了 这位置不能给你 谁把神功抓住 谁是做梁人锅破碑 这就实际上就是 朝盖向宋江宣战 梁人绝类 那好了 那宋江怎么能跟死人置气吧 所以他表面上啊 他的维护这个梁人锅正统 哎 朝天王的遗嘱 我要遵守 实际上呢 他要做的是 不仅要顺利的 毫无疑义的 毫无这个任何瑕疵的 把这个梁人锅破碑 坐下来 他还得摆在宋江面前 最主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要清除朝盖遗嘱 没毛病吧 因为朝盖已经向他宣战了 那朝盖的那些兄弟 鱼党 那都是潜伏在梁人的幽灵呢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闹事 清除朝盖的余毒 这没毛病吧 那打压清除朝盖的余毒 靠什么 所以要靠肯定亡伦路线 给亡伦方案 来告诉你这个朝盖余党 你们做的都不对 没毛病吧 你看你这分析 就只能这么分析 所以他就打压这个朝盖余党 所以那个刘唐啊 他就是典型的朝盖余党 所以他一直不受重用 这个刘唐为了立功 为了这个在梁山有一席之地 刘唐是革命元老 那绝对是上梁山打生争钢 接生争钢 他算是 应该是第一发起人的 他是真正的创始人 刘唐对不对 要不是他的导师 那朝盖也不会就有接生争钢 也不会有这么多事 所以你看刘唐是真正的创业元老 结果他跟错了老大 朝盖一死 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 最后他怎么努力 得不到宋家认可 为什么 因为你是朝盖余孽啊 这限制使用 所以他最后 他为了抢功劳 一下冲进那个杭州城的时候 被那个什么城门 那个闸掉下来 直接把他打死 对不对 宋家就说了 这时候宋家肯定这个刘唐 说哎呀 这个兄弟啊 跟着朝盖后面 没想到这么服务 打仗是九死一生 冲在最前面 在梁山很憋屈 说朝盖 说刘唐在梁山 就没有什么欢乐时光 一直很委屈 你看可不吗 对吧 他是一直朝盖余孽 那是他能好战王 是吧 你看啊 就是说宋家要清除朝盖势力 至少压制朝盖势力 清除朝盖余党 他总不能把人抓起来吧 所以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政治上打击对手 就是通过肯定朝盖 肯定这个王伦做的对 来否定 你们杀王伦 你们这人是不对的 对吧 然后所以从那以后 那个林冲就是郁郁不得志啊 梁山兄弟也不愿意跟林冲交往 那不是肯定是开了好多批判会啊 让林冲检讨 对吧 你这 你吓他敢不敢杀 对吧 你这招不能老用啊 你这杀老大谁说的对啊 是不是啊 你想一想 林冲没少开批头会啊 所以林冲一直在梁山 是不是也是郁郁不得志吧 这没兄弟嘛 没有人跟林冲走得近嘛 林冲这个检讨估计写没少写 对吧 从思想根源上要挖 找原因 为什么要有杀老大这个想法 要保证不能再犯 现在才意识到水谷多么深 我靠 才知道 你要天天听才明白 这个林冲肯定是分小组讨论啊 每个小组林冲都是对吧 都要去做检讨 是不是啊 这都要这个宋江 每次开会都要大谈 政变境啊 反政变 对不对 这不就是说林冲吗 所以这个梁山的重大会议啊 作为绝对的元老 林冲也已经靠边站了 这林冲他也做不到这个会议桌前 你要打仗的话啊 开会 卢军义是代表军方 代表武装力量 卢军义才会 顶多他带个副司令 官圣 带个马军司令 对吧 这是他 这是机械化部队 官圣 对吧 林冲估计也是 除非扩大会议啊 把林冲叫上 是不是啊 这就跟那个帝宝老人开会一样 帝宝老人开会 对吧 国防部叫 别罗索罗夫就完了嘛 顶多把那个格拉西莫夫叫上 没了 他还叫谁啊 完了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国外总理 副总理叫一个 常务副总理叫一个 对吧 财政部叫一个 管钱呢 他不可能把那个什么 开这样的会 他把那个 下面那个 什么特布林斯基一个叫上 不可能的 以前这个苏洛维京还没倒台的时候 把苏洛维京叫上 也不会 能不着他去开会 你再厉害 是这个意思吧 林沙王是没想到命运的齿轮 最终会碾压 是啊 这个宋江肯定王伦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都在否定无用啊 公孙盛这些人 对他也是个牵制 打压 你们这些人做都错了 当时就不应该这么干 没有这么干的 让他们有负罪的信 他们历史上都犯过错 都有把柄 这是斗争的最高形式 这艺术 你们都有错误啊 没事就得监讨 是这样的吧 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宋江就利用一切机会 给王伦平反 亦有机会 所以宋江对这个杜仙 宋万 这个朱桂啊 就是王伦的这个留下这些人 算是网开一面 他们能力是很差 但是他们并没有排到最后 某种程度是万千七八了 杜仙宋万没有立过功嘛 就是在后期的联赏啊 没有他们立过 他没有立过功啊 什么功都没有 这个古山岛十千 那功劳多大 那不都排在这个杜仙宋万之后吗 朱桂之后啊 他们山梁山 古山岛十千 他山梁山也挺早的 所以说这个梁山 第一个死的好汉 为什么是宋万 是不是梁山第一个死的好汉是宋万 为什么 就是给他开个隆重的追悼会 那时候兄弟是最齐的 大家齐刷刷的来出席他的葬礼 宋江亲自给他念道次 规格这么高 就是要肯定王伦的路线 对吧 宋江在宋万死的这个追悼会 就说了 王伦虽然在梁山 后面没有立什么功 但是梁山 梁山开创 王伦是立了大功 不是王伦 就是宋万的 说宋万 他肯定宋万 那不就是在肯定王伦吗 只是不能提王伦这个名字而已 梁山 梁山粗创的功劳 连宋万都有 你想那独仙和王伦那不更大吗 你看所以说追悼会一开完 这个林中就不行了 林中是你觉得气的 熟悉的味道 对吧 哎呀 你要对这个历史 要懂的话 你就知道 我们聊水虎 实际上是聊 近代史吗 你实际上每个人物 你都能对应得上 谁跟谁 林中那时候 感觉莫名其妙 我这么一解释 那猪武当地灰心的 对吧 当地上里面的老大 地灰心 然后他为什么 他能跟卢军一搭班子 这就合理了 对吧 宋江同性恋的可能性很大 都没有压在乎人 这个以后再说 这个确实是的 这以后再说吧 这个今天主要是讲这个 这个猪武 通过猪武 通过这个 这个很多这种运作 但实际上慢慢的 宋江他就形象 大家就清楚了 对 咱们还没有做我们讲宋江 但是宋江 其实大家也清楚 宋江为什么一个手无腹肌之力 杀个女人的吃力的人 他能够把梁山给掌握 你要是花钱 他没有柴军花钱多 你说官大 他没有那个什么官胜啊 或者什么胡元卓啊 对不对 没有内人官大 你说他长得帅吧 他长得又矮又粗 你说智商高吧 他有没有无用 别人智商高 那为什么这么一个人 还能够把梁山 108号呢 对吧 给他牢牢的给做 这是为什么 你官说他乐上好施 官说他什么吉时语 那柴军还是明华标价呢 资助人更多 好 今天这么着12点了 明天再聊 不听书的 都没发现水浒这么伟大 那是啊 我一解释之后 你就发现很多就合理了吗 对吧 晚安晚安 明天再聊 明天再聊